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这不是50级开放了吗? 又是一个壮金的好时间 今天小强就来教大家怎么赚更多的金币 首先是50的材料 这里小强给大伙展示一下 松树枝的当价最高也只能升到23金币 而且市场上的材料基本是有价无止 挂上去的材料瞬间就没 哪怕手术再坏也抢不到 所以价格以后肯定会升高 现在采集的材料最好是先存着 等过档时间再满 个人觉得怎么都能涨到40左右 加上更贵的高级材料 这样每天至少都能赚45金 除了自己去采集 各位记得到金币商店 将矿山处理材料包全买走 开出来了物资至少能回本 要是材料价格再升点 还能赚点零花钱啊 不过高级的就不要动了 毕竟1000金币一个实在太贵了 OK接着到升旺商店 在养老院这也能购买材料包 而且还是打了5折了 200一个不买的纯傻子 等升旺达到尊敬后 还能只花500金币买高级材料包 所以要是升旺还没达到呢 赶紧去升升旺 众所周知 50级后的装备改造又要要电泥镀膜 这玩意需要电泥镀膜合成 所以我们可以到作战商店 购买一堆离子薄膜 每周可以获得25000的作战币 算下来的话就是50个离子薄膜 现在市场上是300一个 所以每周倒卖这玩意就能白白赚15000 加上前面卖材料 每天赚个8万不是有手就行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装进的方法已经放你嘴边了 还不赶紧上游戏行动期了